这才认识多长时间啊 这女的怎么一个劲地管 管她要钱呀 我现在 喂 我 下班吧 你也熬了两天了 早在回去休息 可是这一大堆事没解决呢 我来助理 嘉宾的情绪我来安抚一下 等结束了 我再跟吴国际单独谈谈 去吧 那行 辛苦了 老大 走了 我到了 我到了 我到楼下了 怎么了 什么事这么急呀 出什么事了 快跟我走 程序的事 赶紧 走 怎么了 不是 怎么 怎么了 程序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呀 这是我从一二的六天记录上 写的图 你看看 你 怎么还捡人手机 我刚刚就知道 真的 我都服了 我都让他不会整形了 你看看 这 这 这 接着看 还有惊喜 这 这才认识多长时间啊 这女的怎么一个劲地管 管她要钱呀 我怎么觉得 真是个骗子 她就是个骗子 我跟你讲 你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你知道吗 一个多星期以前 我以为这货只是看看直播 解解压 直到前段时间 公司的系统崩溃 我才知道 压的灵魂在一个多月前 已经出效了 你知道吗 她自从她在这个网站上 认识这个女的之后 这女的给她发两张照片 随便摆两张照片 这鸭让人迷得五迷三道的 给要什么给什么 你知道吗 比狗还挺花 红包 转账 借款 加钱已经好几万了 你知道吗 这已经够成刑事责任了 已经够判断了 问题是这鸭不知道好歹 还给人家订了一张头等舱 头等舱我都没怎么做过 这小子现在肯定在家里面 等着收拾收拾来接这女的 你知道吗 那我们现在这是 去她家的路上 我肯定要去她家路上 我要拉着她 我告诉你 待会儿我是忍不住 我肯定没有好脾气 我要打电话 打死她 不是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不是 那我们现在这么 这么杀过去了 会不会特别伤害她自尊心啊 那也得实话是说呀 晓晓 这事你也帮过 我知道我帮你 我帮你 我肯定帮你 但咱得想想怎么帮是不是 对不起 拉着我 别让我打死她 那你这 别说这些了 她现在万一这摄像头怎么办 你听过一句话吗 棒打鸳鸯 越打越缓 这事呀 得让她自己想明白 她现在都疯了 魔证了 怎么想明白